八步粥不一定要立月食 尤其是八步粥可以健脾开胃 凌晨滋补 就算多食都无妨 而且有医码牌多功能 尼挥石陶瓷电子炖煲 简简单单就做到 多煮多食 可以帮到你降血糖和降血压 我们先将红豆用清水冲洗 再浸最少三个小时 当然最好浸过夜 另外紫糯米、绿豆、花生、莲子和洋意味浸水一个小时 红棗浸水15分钟 然后将所有材料拿干水备用 准备完成了就可以开凳锅了 我们加两公升水 再将刚才的材料放入去 然后选择凳竹模式 交时间两个小时 很多人都问我煮白布粥 怎样才可以不贴底 我的秘讯就是 用伊马牌电子炖煲 免除明火煲粥的烦恼 炖到最后20分钟 就落冰糖和桂月 试一味就吃得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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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